聊自行火炮 这是一款陆战装备 但是它能够凭借强大的火力 为战友们扫清前方的障碍 你比如在美军当中 就有一款自诞生以来 就经历过数次改型 并且在海湾战争 以及伊拉克战争当中 都立下赫赫战功的自行火炮 它就是M109 它的最新改进型号叫M109A7 计划将会一直服役到2050年 那到了那个时候 M109系列自行火炮 就有望成为美军历史上第一款 服役达百年的重型武器装备 那么这款M109家族的 续命新型火炮 究竟有何特殊本领呢 2015年6月23日 美国密歇根州克莱斯勒汽车公司 正在举行一场盛大的庆祝仪式 一辆庞然大物出现在会场当中 其巨大的体积 让现场的观众感觉十分震撼 大家惊讶地发现 这竟然是一款货真价实的超级火炮 据悉此次一事是由美国陆军举办 主角是一款名为M109A7的自行火炮 该火炮是美国已经服役数十年的 M109系列火炮的最新改进型号 虽然M109A7才刚刚亮相 但美国陆军就已经计划将这款火炮 服役至2050年 这意味着M109火炮有望成为美国陆军历史上第一款长命百岁的重型武装 M109自行火炮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原制 用于替代早已老旧不堪的M44以及M52自行火炮 1963年6月 第一辆M109火炮正式装备部队 成为了美国陆军新一代自行火炮的代表 然而仅仅过了三年 该火炮便在美国陆军的强烈要求下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改进工作 随即第一款改进型号M109A1应运而成 并很快开始列装美国陆军 在接下来的十年当中 又先后有四种型号加入到M109这个大家庭中 1984年 美国陆军再次开展火炮改进计划 当时已经改进到第五代的M109火炮 又一次成为升级对象 改进后的M109A6帕拉丁自行火炮 成为了美国至今为止最重要的地面支援火力之一 而这款即将服役的M109A7 能否短时间内探动它的地位 现在还很难下定论 我们知道火炮是陆军的主要的火力的组成部分 那么在整个陆军体系里面 不管是压制火炮 还是说自己的这个驴域下的各种各样的分队的这个火炮 都是你一个部队要向前进攻也好 或者你包括执行防御作战的时候 最基本的一个支持 那么整个的这个陆军的进步 很大程度上就是来源于你火炮 还有一些重型武器的这个进步 所以就是我们看到就是M109出来之后 它的火炮的本身就最核心的那一部分 就是我们说发射激发 然后升管这部分的那个内容 它的改进可能没有那么大 但是它作为整个自行火炮这个体系 它的改进是越来越大 而且是不断地在进步的 那我们讲未来M109是否说真的能够服役百年 现在还没有办法下一个定论 但是我们讲其实这一款自行火炮 它自身也是问题产生 接下来咱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2002年11月21日 据美国媒体报道 一场名为沙漠之春的装甲部队 协同作战演习 正在距离伊拉克边境 不足10公里的科威特境内举行 双方除派出坦克部队参演之外 还各自配备了一个营的自行火炮 其中科威特派出的是来自我国的 PLC-45自行榴弹炮 而美军则配备了酒精战场的M109A6 演习一时 美军士兵凭借装备上的优势 猛然发起突袭 逼迫科威特军队全面收缩战线 进行被动防御 但是面对出人意料的突袭 科威特士兵依靠坚固的攻势 数次抵御住美军的进攻 成功将战斗拖入僵持阶段 与此同时 躲在战壕里的科威特士兵 开始呼叫远方的炮火支援 几分钟之后 随着一阵尖利的呼叫 无数炮弹精确地砸在美军的阵地上 将装备精良的美军装甲队炸得人阳满翻 美军的炮兵部队始终无法进行有效还击 曾经在战场上有过突出表现的 M109A6自行火炮 如今却变得十分沉默广言 令美军没有想到的是 将战功卓著的M109A6自行火炮 打得灰头土脸的科威特炮兵部队 正是利用了美军所擅长的 远距离精确打击战术 科威特军队的战术非常简单 利用自己在射程上的优势 对美军目标进行精确打击 而美军炮兵在对方的打击下 则疲于奔命 完全无法组织有力的还击 远程打击是美国擅长 但是它并不是用M109这样的火炮来实现的 那么在真正的战争里面 大部分情况下 如果你真的要打远程的相对远距离 比如说四五十公里这个目标的话 那么我想美军肯定很多时候 会直接呼叫空中的支援 所以这一次就是美军和科威特军队 这种联合的演习或者对抗的演习 它肯定是抛开了空中这一块的背景 它就是说我陆军打你陆军 我们两个人出来练一练 但是在真正的战争环境里面 双方是一个综合体系的对抗 那么火炮是整个的海陆空体系里面的 一个组成部分 同时它又是陆军各个子系统中的 一个组成部分 所以真正在综合对抗的时候 我想科军肯定是占不着便宜的 因为你没有空中的 你既没有航空兵 也没有足够的防空能力 这个对抗只能说明 就是科军它现有装备的这一型火炮 因为它从其他国家买过来 它是成套的全套的东西 说明这个火炮 就火炮本身来说是非常好的 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但是这并不能说明 美军在远程打击能力上比较弱 或者说其他的方面比较弱 那么刚刚我们看到的 是在军演里面 M109出现了一些问题 但是在真正的战场上 其实它也出现过类似的问题 只不过呢 这一次是歪打正着 那次意外当中 M109还展示了一个 前所未有的特殊本领 2003年3月27日 伊拉克战争已经整整打响一周 美军地面部队 从科伊边境附近推进至距离 巴格达只有160公里的纳杰夫 出人意料的是 在这个毫不知名的小镇里 美国陆军竟然迎来开战以来 最为惨烈的一战 据了解 驻守于纳杰夫的伊拉克部队 在美军赶来之前 便已经布置好大量反坦克地雷 以及暗保 并且设置了陆战 当美军赶到的时候 强大的装甲部队立刻被困 步兵被迫顶到一线 与伊拉克军队进行激战 而装备以及人数 均处于劣势的伊拉克军队 则利用40毫米火箭筒 对一些动弹不得的美军坦克 以及步兵战车进行射击 双方在狭长的纳杰夫市区 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巷战 就在美军地面部队 被打得焦头烂额的时候 炮兵部队及时赶到 大批M109A6自行火炮 不断炮击敌方阵地 战场形势立刻发生逆转 然而就在美军准备一股作气 突破伊拉克防线的时候 一辆正在进行攻击的M109A6 突然发生猛烈爆炸 炮管在巨大的压力下 瞬间断成两节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 所谓的伊军火炮 却迟迟没有到来 原来就在刚才战斗最激烈的时候 一辆美军M109A6自行火炮 发生了自爆 直径达到155毫米的炮管 直接被断成两节 不过这次爆炸所幸 并未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 据一名亲眼见证过爆炸现场的 美国战地记者描述 在这场剧烈的爆炸中 竟然只有炮手和装填手受到重伤 其余两人均有大案 就对于这次事故的话 做一些推测 个人认为的话 首先有一个因素可以排除 就是这次爆炸的原因的话 绝对不是因为炮弹弹丸的爆炸 要包的话可能是 有的是小要包 有的是大药包 根据射程而定 那么在这个发射的过程中间 或者是你可能弹丸都没有拿出来 或者是弹丸当时处于一个演习的状态 当时还没有装隐性等等 你只是发射药 在做一些训练的时候 你可能出现一些 出现了一些意外 事故 仅仅是那个药包 发生了一些燃烧 或者类似其他这样的事故 那么这个的话 威力的话 要远远小于炮弹弹丸的爆炸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那么M109内部的这些安全系统就能发挥 它的及时发挥作用了 因此 如果是出现了 这个发射药包出现这么个意外的话 那么它内部的这安全系统的话 及时地进行了灭火 那个扑面 避免了二次巡爆等等 因此可以把伤亡控制在一个非常小的程度 除了安全性能非常出众之外 我们看到 其实美军一直都没有放弃这款火炮 并且不断地对它进行这样一些改进 那么与此同时 另外一款和火炮息息相关的武器装备 也是随着军备的发展 而不断地进行更新换代 接下来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2007年5月5日 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北部市区 正在发生一场激战 大量全副武装的美军士兵 团团围住一幢两层楼房 而在他们的身后 两辆体型巨大的M109A6 已将炮口瞄准了目标 下午三点左右 随着指挥官的一声令下 炮击正式开始 只见两门M109A6火炮 先后对目标发射了两枚炮弹 第一发炮弹成功击穿楼顶 紧接着 第二发炮弹 不偏不倚地 从第一发炮弹 所留下的弹孔中穿了过去 先后两次剧烈爆炸 所产生的气浪 让整条街区 刮起了一场巨大沙尘暴 当沙尘消失之后 包围在四周的陆军士兵 很快发现 地上横七竖八的 伊拉克武装分子尸体 可遭受直接攻击的楼房 除了两个巨大弹孔之外 整体结构竟然完好无损 而这两枚神奇的炮弹 有一个非常威武的名字 神剑 神剑精确制导炮弹 是美国与瑞士 共同开发的一款新型 155毫米榴弹 与此前的精确制导炮弹 不同的是 神剑在发射之后 可以完全摆脱人工操作 利用其内部装载的 全球定位系统 通过卫星制导 精确命中目标 就是一个精确打击的概念 美军的话实际上现在 更多的倾向于采用GPS制导 那么这个GPS制导的话 由于它是纯电子信号等等 除了受电子干扰之外的话 它实际上是不受战场上 这个烟雾啊等等 这方面的影响的 有一些案例报道的话 就是说第一枚导弹 在一个墙上击中之后 打开了一个孔 第二枚导弹在这个孔上 又突然过去 那么这也就是说它GPS制导的 那个精度已经非常的高了 同样运用到这个炮弹上面的话 也可以达到这样的精度 也就是咱们刚才提到的 这些战力的话 就第一颗炮弹的话 可以打开一个孔 第二颗炮弹的话 依然可以从这个孔上装过去 对目标进行精确的打击 这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那我们讲在不断研制 这样一些新型炮弹的同时 其实美国也丝毫没有放松 对于自行火炮的研制 那么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 就曾经出现了一个 让世界都非常惊讶的超级火炮 它找什么样呢 我们马上来了解一下 上个世纪90年代 美国计划研制一款新型自行火炮 以用来替代服役 已经超过30年的 M109系列火炮 2000年1月 美国联合防务公司 生产了第一辆 新型火炮的试验样车 并将其命名为 十字军战士自行榴弹炮 据资料显示 十字军战士自行火炮 口径155毫米 最大射速每分钟12发 最远射程为40公里 战斗权重达到了55吨 改新型火炮 还采用了与M1主战坦克 相同的底盘 具有全地形和全天候作战能力 不仅如此 十字军战士还应用了 全新的网络化信息处理技术 和全新的火控系统 在精度 信息化 以及自动化等方面 比现役的M109系列自行火炮 有了极大提升 美军还计划生产一款名为 XM2002的新型弹药补给车 以替换老旧的M992补给车 据悉 这款新型补给车 所能装载的弹药数量 达到了158以上 除此之外 通过自动弓弹系统 大大提高了补给效率 而他为十字军战士火炮 补满全部48发炮弹的时间 仅需要10分钟 然而 十字军战士虽然性能十分先进 但尚未面世 就遭遇了匆匆下马的命运 2002年7月26日 时任美国国防部长 拉姆斯·菲尔德 在五角大楼举行的 记者招待会上宣布 正式取消 十字军战士自行火炮研制计划 这意味着 美国陆军110亿美元的 超级火炮项目就此中心 M109系列火炮 自上个世纪60年代服役以来 先后进行了多次改进 每一种改进型号 都成为了当时 美军最重要的地面支援武力 其最新型号 甚至有望服役到2050年 然而 比M109更为重要的是 美军虽然装备先进 但并不排斥 对老旧装备的持续改进 通过多个改进型号的演变 M109终于从一款 差强人意的老式装备 变成了历久弥新的 百年火炮 感谢